除了一部分的颜色颜色 但只有一部分 我们需要强热的防火防防 现时的 完全效果 泽伦斯基脸色凝重 因为他的国家首都吉辅正在被狂轰烂炸 救难人员紧急出动 乌克兰首都吉辅当地时间26号 再度遭到俄军空袭 全国至少45个地区被飞弹击中 城市四处起火 救难人员还从瓦砾堆中 拉出一名七岁的小女孩 甚至还有遗体 基辅市长难掩气愤 但俄罗斯矛起来乱打 十几点也实在巧合 正好就是直气峰会讨论俄乌危机 同时布丁才刚说 几个月内会提供白俄罗斯 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 晚间就被莫斯科民众募集 总统车队在街头狂奔 冲向克里姆林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直气峰会地点接受访问时 直接表明普丁已经输了 攻击基辅想要恐吓乌克兰 中战宁员想要离间北约 这些目标都已经失败 但现在最大的麻烦 还是如何在普丁收手 毕竟目前西方所有手段 都还没达到贺阻的效果 下期新闻 中午好报道